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在上节课里面呢,我们主要把这个主题数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些通配服的一个用法 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讲解一下这个访问控制列表,ACL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ACL呢 其实ACL呢,它全称是Access Control List 就是什么呢,访问控制列表 就是说我们给它提供一个列表 让它来确定是否可以访问或者说其他操作 所以这个呢,就叫访问控制列表 好 这里呢,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MOS卡里面的基于用户的 这样一个访问控制 这个ACL呢,其实 基本上都是基于用户的这样一个控制 它呢,是和RBAC呢,其实是差别很大的 RBAC的话,其实是更高层次的一个全线控制 那这个MQTT这个协议里面呢,主要是使用ACL这种访问控制方式 那么在MOS卡里面呢,它有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方法 叫authorize这样一个方法 通过它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全线的一个控制 那它这里面主要的,关于这个访问控制的一个列表怎么去提供呢 是使用eduser和rm,其实也就是denateuser这两个方法 去来控制我们的这样一个全线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用户添加上去了 那么当这个用户来访问的时候,那么就是可以的 否则的话就不能访问,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控制方式 当然它这个控制方式的话不仅仅仅仅是这个连接这一块的一个问题 它还可以控制到什么呢?控制到这个可以发布的这样一个一些主题 还有就是可以订阅的一些主题 那么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控制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还是实际看一下代码 来看一下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控制 当然其他的一些mqtt的一个sever的broker的话 它可能不仅仅是这种方式的一个控制 它可能还有更多的更复杂的一些全线控制 当然这里呢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mosca来演示一下它的一个最基本的控制方式 好,我们来看代码 好,首先我们还是把代码给它跑起来 好,先把我们的sever跑起来 好,其实这边的话我们要编码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sever 怎么做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在这个sever启动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给它设置一个验证 那这个验证怎么来设置? 首先第一个呢是要我们要先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验证对象 所以呢先给它好,用出来 好,当然我们这个看起来是个方法 那其实上呢是一个一个对象大写的一个方形 所以呢我们这边是采用new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来实力化一个mosca对象 实力化好了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在配置节点里面去使用它 这个是怎么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sever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配置它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我们配置它的这样一个验证方法 然后它呢是怎么来做的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auth对象的这样一个方法给它配置上去 那这样子的话当它要做验证的时候就会去调用我们的auth的这里面的这个方法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配置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发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下全线验证 所以呢同样的有一个public 很明显当我们在订阅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作用 好 那么这个呢就给它增加了一个全线验证 增加好了之后我们还是给它打一个日志出来 好 全线验证已准备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重启看一下我们的sever 看一下全线验证已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我们来简单的访问一下 好 我还是看我们的这个控制台 因为这边的话我们没有做成一个 好 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这样一个错误了 它这个错误其实也很明显 没有授权 那怎么才叫可以允许授权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connect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当我们在连接的时候我们没有传递任何参数 那我们要想传递参数怎么做呢? 其实是在这里来做一个参数的传递 那里呢我们就需要提供什么呢? username password 好 当我们现在又传了参数之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看它又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很明显 很明显 还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没有权限 原因在哪呢? 因为我们在我们现在加了这样一个权限认证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访问控制这个user有没有设定呢? 在我们其实还没有设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怎么来设定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怎么来设定呢? 当然名称 第二个是密码 好 我们先简单这样试试看能不能使用得起来 当然我们重新启动一下saver 注意看 它说什么呢? 它说我们这个 cb不是个方形 说说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需要提供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怎么来做呢? 就是说如果有错 那很明显 我们就把这个错误信息给打出来就好了 那如果没有错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打一个什么呢? add user success 好 增加用户成功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 重新启动一下saver 好 添加用户已经成功 我们再看这边 看一下 是不是直接就连接上了 看这边也是成功的 每次刷新 那就连接上了 那这个证明有一点什么呢? 当我们再 添加user 这样一个进去之后 我们在客户端传递这些user信息 那么它是能够被识别到的 这个呢就是基于用户的一个认证 那我们来改变一下 那我们来改变一下 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密码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它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是不是又出现我们的这个没有授权这样一个操作了 这样一个提示了 好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基于用户的这样一个认证 好在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让它能够做到这个订阅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在才比较好看这个结果 那这个现在是可以订阅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没认证 我们先让它能够认证出 好 好看一下现在是能看到数据的 说明我们的这个授权已经成功了 那如果说我们还想限制一下它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它的这样一个订阅主题的一种格式 那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好,资料里面写的怎么写的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什么呢? Authorize Publish和Authorize Subscribe 这两个参数 那这两个参数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简单设置一下来看看 那这个呢是前两个 第三个呢是模式 好,我们就先设置这一个 这个呢是在我们发布的时候 我们哪些消息不能发布 所以这里呢我怎么做呢? 我直接选一个固定的值 Test 这个Test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需要我们匹配的一个值 当我们使用Test之后 我们再来启动 好,看一下连接是成功的 诶,但是呢? 但是没有任何数据 原因在哪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这边的这个什么呢? Publish 这里有错 被拦截掉了 所以说呢它就无法 做发布这样一个操作 好,我们这儿加一个回调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效 嗯,回调不应该在这儿 好,看一下 这边呢,其实是一直在尝试什么呢? 尝试发布 但是呢,一直就发布成功 原因在哪呢? 原因在我们这个发布的这个数据 没有 发布的这个主题没有被后端匹配上 那现在我发布到什么呢? Test上去 当然这个地方我可以用加号 发布到这个Test上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 诶,看一下 很明显我们就能收到数据了 原因在哪呢? 原因在我们发布的这个主题 Test 它能够被 什么呢? 能够被我这个模式给匹配上 我这里还可以用新号 Test新 或者说Test.新 这种方式 所以说我只要是Test下面的这样一个 Test下,斜杠后面的这样一个心 那都是可以发送的 这里我们也可以验证一下 只要是Test斜杠后面的 那么我们都可以 匹配上 我们再来刷一次 这里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原因在于我们这个 模式匹配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这个Saver 注意了 这个地方匹配的时候 这里需要用一根 反 这个 因为这个斜线的话 它是一个特字符 所以我们需要用 转移符号 让它转移一下E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 看得出来 它的一个 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边表示它没有发送成功 所以它就一直在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Test 好,这里 Test 我们错在哪呢? 我们错在把数据位置搞错了 我们要发送的这样一个主题的话 其实它是第一个参数 我们刚把它 设置到第二个里面去了 所以说它这里有问题 这里 Connect2 它应该把 第一个主题 设置为 我们的一个模式匹配上面的一个格式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是能够收到我们的数据的 好 那这个是发布的时候这样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想在这个订阅的时候做一下限制 又应该怎么做呢? 订阅的时候做这样一个限制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给这个订阅的时候 也给它做一个模式匹配 我们只能订阅Test 同样的 先这样一个 这种方式 否则的话 那么是不允许订阅的 好 那这个时候再刷一下 哦 因为我们没有重启这个Saver 所以说无效 看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订阅也就出问题了 因为所以说它是设不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这个时候要想订阅成功的话 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把它 也做成 这种匹配的一个做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 这种满足的这样一个订阅的一个主题的话 看一下 它是能够输出的 所以这个里面的一个做 这个 权限的一个控制的一个作用就是说 是限制我们能否登录 然后 在连接之后 我们能否做一些发布操作 做一些订阅的一个操作 我们明确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 这种方式的话 有一个举行性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模式 相对来说不够灵活 我们就只能针对某一些格式进行一些限制 那如果我们想灵活的去判断 或者说我们想怎么做呢? 我们想通过数据库的一些数据来做这样一个判断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边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实现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参数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 当我们添加user之后 我们还想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还想来移除user 那移除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就又不能访问了? 看一下 rm rm其实就是移除的意思 移除user 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提供什么呢? 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user name 然后呢 给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的话 其实它就没有参数了 它就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我们的一个回调 因为这个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好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跑一次客户端 再跑一次sever 看一下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user 到底还有没有?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的一个 来判断一下 看一下这边是直接没有任何反应的 看一下是有效的 为什么呢? 证明我们的这个移除没有效果 原因在哪呢? 原因在于我们的这个添加user 是一个异步的一个操作 在这个移除之前 在移除的时候 我们这个user还没有添加好 所以说它是先做的移除 然后再做的这个添加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没有移除成功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移除放到哪来呢? 放到这个内部来 那这种样子的话 我们很明显就能够确保它先添加 后移除 那这个时候的话 再试一下 添加成功 然后又移除成功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的时候 看它就会提示没有授权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次当我们这个权限 每次当我们这个验证不通过的时候 那它都会触发什么事件呢? 其实呢 它都会触发的事件还比较多 我们这边要测试的话 我们就给它监听一些事件 比如说我们的监听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close事件 除了close的话还有什么呢? 除了close还有reconnect closeconnect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这边验证不过的时候 我们随便改一个让它验证不过 比如说这个 我们就test1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布是没有通过的 那当我们这个发布没有通过的时候 它会做一个什么 什么情况呢? 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移除先给注销掉 注销掉 那这样子的话 这边才是成功的 才是正常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会一直在那里什么呢? 从事 而且它是断开连接这种方式去从事 就是说 只要 连接 或者说 发布 或者说订阅 某一个过程 失败了 那都会 怎么做呢? 它都会去重新连接 好 这个呢是 它的一个 sl 这块的一个相关的东西 在mos卡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实现sl的这样一个控制 好 在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会讲解一下 更灵活的这种控制方案 就 不再是这个sl 这么简单的这样一个控制了 好 那我们就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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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